2月5日下午,由武汉华大基因公司建设 中交二航局负责施工的火眼实验室交付使用 实验室建成后,具备每日1万份检测能力 将极大环节呆省检测压力 自1月29日接到任务 中交二航局从驻汉各单位紧急调集人员近300名 各类车辆和设备20余台 在7天内完成了2000平方米的高标准 高密封负压实验室的建设任务 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就像这种等级的实验室 在我们正常的建设周期都是最短的 也要40天 正常的话就是说在两个月就60天左右 它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呢,这个因为是疫情如山 所以我们也是跟华大基因还有设计 我们通力合作 这样的话应该是在短短5天内 我们这个实验室已经具备这个检验的能力了 不同于常规的防建工程 实验室的建设对气流控制 负压环境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 以杜绝实验过程中传染因子外泄的重大隐患 所谓负压的话就是空气只能往里流 不能往出流 就是说一旦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发生一些泄漏啊什么东西的 那么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每一台那个安全柜上面 它都有通风管 它所有的气息全部都是抽出去的 这样的话就整个的那个通风系统 它的量子非常大的 然后呢它对那个施工这个板材的结晶度啊 以及密封度也有相应的要求 还要原有这样说吧 就比普通的建筑来说 它的专业性和那个专业要求的远远要高 据悉目前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量 为每日4000份 检测需求量极大 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火焰实验室 将极大缓解该省检测压力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